17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7岁的大孙女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亮相 分享了爷爷显为人知的一面 凯是小特朗普与前妻凡妮莎的长女 他在演讲时台下的特朗普满眼宠溺 凯把特朗普描述成一个普通的爷爷 会在父母不注意的时候给他临时 总想知道他在学校的表现 他说尽管经历了无数场诉讼 爷爷总是不忘关心他并鼓励他 虽然爷爷设定的标准很高 但他决心有一天能赶上他 凯说在听到爷爷遇刺时感到震惊和心碎 他还强调尽管面临许多挑战 但爷爷仍坚韧不拔 凯在演讲结束时谈到了人们对特朗普的误解 他说媒体让我爷爷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人 但我知道他是怎样的 他真的希望这个国家变成最好 他每天都会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奋斗 他最后我听 你要名判斗